美國商務部28日公布首次預計數據顯示 美國今年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也就是GDP按年率計算增長2% 今次是2020年第二季度31.2%的暴跌以來 最緩慢的GDP增長 之前接受道瓊斯公司調查的經濟學家 作出的預計數字是2.8% 具體來看 住宅固定投資和聯邦政府支出的下降 以及美國貿易赤字的激增 都在抑制美國的經濟增長 不月份的貿易赤字 擴大到接近創紀錄的733億美元 這些下降大部分抵消了私人存貨投資的增長 以及個人消費 州份和地方政府支出 以及非住宅固定投資的微弱增長 消費者支出 佔美國經濟23萬2千億美元的69% 在第二季度增長12%之後 在第三季度只增長了1.6% 可支配的個人收入下降了0.7% 聯邦政府支出就下降了4.7% 報告發表之後 股市期貨依然走高 而政府債券收益率也攀升 而另一份經濟報告顯示 截至10月23日的該星期 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為28萬1千人 是疫情期間的另一個低位 比估計的28萬8千號 7月至9月期間 美國供應鏈嚴重堵塞 這抑制了在嚴重的衰退之後 在2020年4月開始的經濟復收 勞動力的短缺和商品需求的飆升 超過了供應 導致出現進境 預計在假日季節後才會緩和 即使第三季度表現疲弱 僅是經濟學家也預計 美國經濟將會在第四季度反彈 並繼續增長到2022年 参考者對抗制一條